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主的话如同全员甘露 滋润我们的心 每天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提醒 在民宿祭中有几次的人口属点 有统计一个月以外的男丁 这是神要拣选立位人归他 来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投身的 有属点20岁以上的男丁 这是为了要出去打仗 到了第四章 耶和华神小玉摩西和亚伦说 你从立位人中 照他们的家世宗族来属点 这次的属点是为了要任职 在圣殿里面的工作 并且上帝在圣宫上细细的吩咐细节 亚伦的儿子他们要负责 将一切的圣物盖好 割侠的子孙他们才可以进到会幕 去抬至圣之物 而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则是要看守 点灯的油香料 圣索和所有的器具 这所有一切都按名指定 在民宿记中也有不断的重复两句话 就是耶和华神小玉摩西和亚伦 另外一句就是摩西亚伦所做的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思想 主权在神 他们只要照办 祭司的职份是神所拣选的 会幕的服饰是神圣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饰 我们要学习用敬畏的心 存心顺服 在圣宫的大小事情上面 我们要专心并且仰望 因为人在最小的世上忠心 在最大的世上也忠心 当我们的服饰 态度对了 正确了 就蒙神悦纳 服饰的人就自然会散发出 基督的香气 也会喜乐满意 这不但让服饰的人 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 也让周围的人都加倍的蒙福 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圣经 让我们来自我解释 我们是谁 竟然可以服饰照天地的主 我们解释自己的态度 我们到底是尊主为大 还是生于价值 我们的服饰 是否在大小的事情上面 都谦卑顺服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呢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以立位人的生命态度 来归属上帝 服饰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使我们在圣宫上有份 谢谢你的光照 今天透过立位人的服饰 你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要用敬畏的心 谦卑顺服的态度 也帮助我们学习 将时间线上来服饰神 因为 我们活着为要荣耀你 我们一生的目的 为要行完你的旨意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